《学民思潮》发起今个月26号 中学生罢货一日 希望政府回应社会对落实真普选的诉求 而当日就会联同罢货的大专生举行集会 《学民思潮》就希望有意罢货的中学生 先同家长商量并且拿到同意才参与罢货 金灵同报道 我们罢货是为了未来 大约30个学民思潮和联校正改关注组的学生 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面 手绑着黄丝带 又用红布蒙着双眼 以事不满人大常委会对正改框架落习 罢货不罢货 罢货不罢货 到港场上学 他们宣读罢货宣言 计划这个月26号发起中学生罢货一日 希望政府回应社会对真普选的诉求 学民思潮说中学生要参与罢货有困难 所以才发动一日的罢货 带周强调罢货不罢货 罢货就是不回学校 当天去广场参与罢货的集会 但是如果中学生面对压力真的很大 可能他会放学后来参与集会 或者第三种形式 可能家人或身边的人真的相当反对 都可以挂一些饰物 譬如说黄丝带 上学的时候戴上 做一些很基本的政治表态 学民思潮就建议计划参与罢货的学生 先到他们的网上下载这张罢货不罢货的承诺书 跟家长商量好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 再交给学校表明他们罢货的立场 以及愿意承担一切罢货的后果 另外有11间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就说 会参与学联发起9月22和23号的罢货 希望校方能够就罢货的处理手法 提供清晰的指引 希望是一些行政指令给到老师 至少同学面对不同系的老师 或者一些不同的教授的时候 都那个教授是一个指引 去跟罢货的时候 他不计计划参与保护的出移 大专政改关书组说 由于有院校仍然未开学 现在只能够乐观估计 每间院校至少有50至100人会参与罢货 亚货电视记者金灵图舞蹈